因為這一次WHO的視訊會議 當中就決定說 台灣的問題可能要延到年底才來討論 能不能成為觀察員的身份 可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要究責 怕模糊的焦點 當然理由是這樣 大家也在關心說 那如果是到了年底的時候 因為畢竟離疫情有一段時間了 你怎麼看 在年底討論台灣的未來 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而且這一次在WHO裡面 你可以看到美中台三方的一種角力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我們沒有去角力 然後角力我們是非常平和的民主 我們只是做好我們的扁縫而已嘛 對不對 那就是說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也沒有什麼願意 我們就保護我們的人民嘛 我們也不想要做什麼全世界的楷模 但是我們不小心就變成楷模了這樣子 那很不好意思啊 很錯誤 反正就這樣啊 中國大陸就是非常惱怒 你會覺得說台灣做得好 他為什麼會生氣呢 這個叫做見效轉生氣啊 因為他做得太不好了 明確的對比全世界都看出來了 這個做得不好隱匿疫情 這個做得太好了 完全是公開透明 完全是不一樣的實體嘛 所以前一陣子不是大陸有講嗎 台灣不要以疫磨毒 對 這個就是見效轉生氣啦 我們從來沒有說要毒 從來沒有人說要毒 可是他在心中他會覺得說 哇這台灣太好了 他已經全世界被看到了 所以他就擔心了 害怕了 這個叫見效轉生氣 見效轉生氣這樣子 對 所以他很生氣 很生氣的情形之下 我們知道唐德賽其實就是 他大老闆就是中國啊 所以大老闆不答應的話 那個唐德賽也不會答應啦 所以他用盡各種辦法來拖延 他一直說他沒有那個權力 來邀台灣來參加WHA 這完全是bullshit 這個明明就是他是有權利 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 因為老闆叫他不可以 他說要所有的肺炎果去投票 那因為他辯護的大老闆知道 他掌握了大多數的票 尤其是非洲國家 他要延到那個下次WHA在討論 那就是他在拖延時間 他或許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他現在不能夠不正視這個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是WHO的生死存亡之秋 因為川普對他的威脅 我覺得是真的 川普對他的威脅為什麼那麼大呢 因為川普要競選 他有非常大的壓力 他必須要解決WHO跟China這個問題 可是他一直沒有解決 因為他一直在擋他 像他以前說 暫時中斷他的經援 可是顯然他並沒有屈服 所以他現在是給他30天的時間 你如果沒有採取那個吃蛋的作為的話 他要完全中斷經援 而且可能會退出WHO 所以這段時間的變化是值得我們相當關注的 你覺得川普是完真的嗎 我覺得他是完真的 他最後通點 如果沒有競選 或許他沒有那麼乾淨的意志 他現在意志非常堅定 他一定是要給你弄出一個東西出來 表現出他總統的那個氣質 美國是世界的領導者的一個地位 那問題是 我就說現在有人見笑轉生氣就一定不會接受這種事情 他不願意低頭 兩邊都不願意低頭 那所以 後來我覺得說 究竟譚德塞有沒有辦法去跟美國去調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如果調不出來的話 我相信美國真的有可能會退出 退出之後全世界會變成怎麼樣呢 我覺得要看歐洲國家的態度 因為歐洲是另一個大君主 對 他也蠻關心 歐洲也是蠻關心 他最近就是 說要去兼那個 兼給開發中國家多少錢去抗議 他們蠻關心這個非洲這些開發中國家 一方面我覺得也是因為他們這個是 以前這些都是他的殖民地 他是覺得說他是宗主的地位 歐洲國家會不會退出 歐洲國家一退出的話那個WHO就完了 我覺得歐洲國家他一開始並沒有 並沒有很激烈去care這件事 他覺得說還是要支持WHO 可是最近我覺得歐洲國家好像態度有點變了 本來是美國在要求說你要賠償 因為你疫情的數是要中國賠償 現在是其他很多國家相繼要求啊 加拿大澳洲啊 所有的五眼聯盟 還有那個英國這些國家都提出說要要求賠償 這邊有一個轉折 為什麼呢 我覺得可能 我一直覺得美國的情報單位應該握有某些資料 你看我們2003年SARS出來 那也是造成很多人的損失 沒有人說他要賠償啊 為什麼現在大家要求賠償 大家不只是覺得說你是引力疫情造成疫情擴散 而且可能這個是連造的 連造的話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是智商演變的話大家好好的啊 他說不定有一些資訊就是 有些很多國家比較先輕的國家獲得這個訊息 他就這種事情就應該要要求賠償啊 你又引力又是連造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未來這個一個月 這個市局的演變光乎WHO的存款 這個是非常重大的一個事